刚才齐腾悠悠已经上了难度 用了7.0的乘套 我们来看一看杨胜超在决赛当中用的动作 大回环300对成年 F组的团身卸越杠 你叫科尔曼 直体的特卡切夫 直体特卡关体 180度 中团 这个地方 它360层纽层定位液格 分腿正尾 360层纽 分腿反尾 360层纽 下榜 站住了 当然这次金牌的就是奖牌的争夺非常激烈 基本上就是两个中国选手两个日本选手去争那三块奖牌 因为最后还有 当然那么韩国队的李向玉之后也要上场 不过李向玉从预想来看他的难度并不大 只有6.0 所以要用6.0的难度去争奖牌的话呢 就不那么容易 当然也可能他会预赛有所保留 真的特卡 整体180 这个地方有点问题 在倒立位置上出现问题 有运动员可能就会屈腿 然后掉下气息 那么高水平的运动员他就能控制 像昨天的比赛当中 中国选手在完成高低降的时候 倒立位置出了问题的话呢 他就是屈了一下宽 分腿之后 定上倒立的位置继续开始 就是减少了掉下气息 这样扣分就会减少一些 就是如果出现了失误 我要尽可能少的 把这个 把失误的扣的分减到最低 就是身体控制能力要强 后面还要出场的是韩国的李向玉和来自日本的山本雅贤 是两位都是有比较高悬就实力的选手 现在杨顺超是排在第三的 看看后面 李向玉的排名 左排第一 杨顺超第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